最美人间四月天 今天带大家来巡园一下哦 那这边这一层开得特别茂盛的 就是白色的花烟草 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 这个小花非常的可爱 这边都是它自剥的 我们原先好像是种了两三棵吧 现在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现在月季也逐渐进入它的生花期了 这个就是常见的果汁阳台 这一栗开得特别好 然后这个应该是红烧期吧 这个花非常的香 香味非常的不浓 开得也比较好看 这株月季目前开得也很不错 不过我们这边很多月季 名牌丢失会多么 还要再整理一下 包子型的 开到火气就变成这样一个 像大饼一样白色的 那这一层呢 应该是蓝色英语 目前也是一个生花期 我们这边风比较大 有些花瓣就被吹得有点交边了 整体还是不错的 这个味道也是挺好闻的 然后这里还有非常复古色的这样一个月季 内心是这样 花瓣中间是有点深色的 到外围是这样 有些淡的这个白色 然后这边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大花葱 现在已经进入花期了 这个秋后期可能还会稍微再大一些 现在花毛梗已经进入到这个花期的尾身了 这个应该是玫瑰花毛梗 之前的花非常非常大 至少是这个花的两倍 这个也是 这个是正红色的 花都卸得差不多了 等它叶子枯萎了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收求的处理 等到秋天再种 那么现在还一个花呢 也进入到了它的花期 就是这个 我们种的是虫瓣的这个金鱼草 非常的美丽 那现在有几个线条形的这个花材呢 一定要给大家收拾一下 这个就是大花飞燕草 这个是紫色系的 那这一株非常高条的呢 就是这个蓝色系的大花飞燕草 这里还有一个大花飞燕草 这个就非常紧凑 那这边这个呢 是黑心白花的一个飞燕草 这个非常的小猩猩 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就是小飞燕啦 小飞燕的话就比较小巧一些 高度也要低啊一些 我们在七花花园里面 种了一整个妙创的小飞燕 马上要进入生化期啦 那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先行花材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毛地狂 它也刚刚开 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好像是帕姆系列 我有点不记得了 外面是白色的 里面这个斑纹非常的深 非常的有辨识度 接下来就是这个樱草 我们种了三株在这个花坛的前缘 这个花量已经持续了 我感觉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非常的持久 一直不停的在开花 一直保持的株形也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推荐 建议大家秋天都可以种一下 这个是绿色的樱草 那这个小可爱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福禄烤 叫做青书 这个颜色太粉嫩了 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个呢 是十足的一个新品 它作为地备来说 我觉得非常合适 而且它这个花非常有特色 是这样很长的花边 它是一个旋律系列 我们那边还有个白色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白色的这个旋律 这个白色的 我觉得比粉色的更好看一些 这边这个鸟草台下面呢 我们是之前种了这个西林草 有两个品种 再加这个十足 旋律白色 这个西林草现在已经进入后期了 回头我们会把它挖掉 然后才会舔一些这样 地埋的地背植物 来吩咐这个小花坛 那么这个呢 是栗叶绣球 小蜜蜂 这个叶子是金色的 这个叶子被吃的有点严重 应该是蜗牛或者是鼻涕虫 然后这边它有它的花 它的花其实不是太好看 但是它的叶子可以保持这个金色 一直到秋天叶子变红 所以它这个金叶观赏期是非常久的 所以也是非常推荐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 不过真的很好看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个主角 就是这个鱼美人 这个应该是雪莉系列的 现在渐渐进入花期了 它比其他的鱼美人要晚一些 其他的像冰岛系列 意大利系列都已经在盛放中了 可能要进入后期了 这个才刚开始开 这个颜色非常的多变 中间是白色 外面有一圈这个粉色红色的边 那这个呢 也是雪莉系列的这鱼美人 这个应该是雪莉灰吧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高级 超漂亮 那我们这里呢 还种了一片白色的鱼美人 现在看到这边已经开花了 这个应该是叫 新娘婚礼 这个颜色非常的纯洁 非常的好看 现在呢 还有一个勺药在开 这个品种呢 是美国小姐 这个花也是挺大的 白色的 好看 这个已经开到后期了 那么这个荷兰鱼美 叫求根鱼美 也是现在的一个主角 这里面也种了好几个品种 这个是蓝紫色的 花非常有的贬值度 里面还有个黄心 然后这边这一颗呢 就是刚刚开的白色的 白色的感觉花更大一些 这个荷兰鱼美 很漂亮 然后这颗植物 也是要隆重推荐的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 枫林草叫鱼姬 之前大家还是很火热的 在抢这个品种 的确它这个非常优秀 杆子特别细 但是花非常的密 花非常的多 还有源源不断的花宝 大家看这边 全是花宝 在产生 所以它这个花量 到时候还会再大一些 这个的确是非常优秀 过几天再给大家拍一下 那么这一颗呢 也是一个线性的花材 这个是毛地黄 叫粉红豹 这个品种 听说是可以度下的 在我们保游区 就回头我们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度下 明年能不能复华 然后这里还有几个色叶树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个是加上了一个公司 推出的银路风箱 它是有带这种粉边 白边 这样色叶的 早晨非常好看 到秋天也会有这样的叶色 非常的不错 那这一棵呢 就是另外一棵风箱 叫金玉风箱 它的叶子是非常的金的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长速非常快 正常一两年 就可以长成一棵 蛮大的一棵大树了 我们也期待一下 到时候这个 作为一个大桥木 远看的话 这个金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这里还有个桥木 叫红花奥叶后谱 大家看现在这个叶子 很漂亮 也像小型的芭蕉扇 回头它开的花 是非常大的红花的 我们到时候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这一棵棒棒糖呢 也是隆重给大家推荐的 现在逐渐进入它的圣花期 它叫粉花石斑木 也是加上旅客公司 要着重 要推向市面的 现在还没有完全盛开 大家看到这个花量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这个非常的好看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边是我们的切花区域 马上要进入它的生花期了 回头再来给大家做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